这是毛主席罕见的一次发怒 1962年 天佳英向毛主席建言 毛主席怒道 这是谁的主张 1955年中 毛主席亲自撰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艺术 这本书事实上也成为了后来大跃进运动的理论基础 当时毛主席的心中已经萌生了发动农村集体化运动的想法 其实当时他认为自己对农村的了解还不够 于是便派出了田佳英去各地调查农业合作化的情况 在调查的过程当中 田佳英发现了一个重要问题 那就是广大农村地区的合作社几乎都存在同一个问题 那就是盲目冒紧把合作社搞得太大 简单来说 就是下面的干部一味的追求搞大的所谓的高级社 其实这也和当时中央的主张有关 因为当时某些害群芝麻的存在 各地放大卫星的情况非常普遍 当各地的信息汇总到中央之后 中央也不可避免的生出了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 但是田佳英却没有附和这种风气 而是直言不讳的向中央敬议 表示当前乡村地区的合作社过大 不利于农业的发展 只是田佳英的意见很快就被淹没在一片鳄鱼奉承之中 并没有得到中央的重视 好在田佳英是毛主席的秘书 他至少还能够直接向毛主席本人建议 毛主席对田佳英这个老部下还是非常信任的 这才有了1957年的纠错运动 而在此之后 毛主席再次让田佳英前往四川进行调查 田佳英在四川的乡下待了四个月的时间 收集到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就这样田佳英带着大量的一手资料 来到了1959年的庐山 在庐山会议正式开始之前 田佳英和很多交往的比较好的朋友 聊到了目前农业集体化的问题 田佳英认为 中央的一些同志 其实是出现了脱离实际的问题 主席本人对经济的了解也比较有限 所以受到了这些人的蒙米 处理起来不像军事问题那么得心一手 这件事情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被泄露了出去 田佳英也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 好在有毛主席出面做梦 田佳英才留在了主席的身边 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田佳英被某些人看作敌人 处境变得越发的糟糕了起来 五十年代末 田佳英对自己的朋友说的 如果能够重新搞一遍社会主义 我想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考 田佳英口中的另外一种方式 其实就是当时一度很流行的包产刀户 这是当时中国乡村地区 自发形成的一种农业生产方式 田佳英深入调研之后 对此深以为然 而也是因为田佳英的这个主张 让他和毛主席之间 产生了政治上的分歧 毛主席直接问他 你的这个主张 是以集体为中心 还是以个人为中心呢 听到这个问题 田佳英一时间竟无法做他 毛主席接着说 这是你个人的主张 还是其他人的意见 田佳英毫不犹豫地回答 这是我个人的主张 而正是这句话 注定了田佳英日后的命运 点击头像 进入到主页 我们接着往下讲